爱在妆容背后,大凤打更人王赫帝田西威申请吻戏曝光,网友赞,唯美至情深。 近日,由王赫帝、田西伟、刘亦军、严子东主演的古装剧《大风大更人》正在拍摄中, 平时路透大多都是主角,没想到这部剧的配角个个都长得还不错。 主演,岳阳、张晓晨、毛晓慧、范帅奇、刘美涵、冯慧、丁小英、严培伦、王润泽、王一瑶、李洪涛、李孟莹、蒋振宇、张晨晓、康康、倪洪杰、刘军、范士奇、杜淳、邱新智、陈小军、陈一涵等。 人这么多,又是一部群剧啊。女配觉得颜值真是高啊。 该剧改编自曝范肖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, 今年6月19日,公布了第一季的概念海报和演出阵容。 焦点自然还是在主演身上。 田西威古装真的很好看,一袭红裙出圈了。 甚至还有语录透社的吻戏。 网友评价她和男主王赫帝的抱腰吻戏,有点美。 有一说一,身高差确实不错。 女主有刘海还是无刘海都好看。 毫无疑问,田西威真的是一个甜美的女孩,太甜了。 说起妆容,朱炼云兼造型的田西威,上次见到她就是《沿袭攻略》里的高贵妃。 明年9月我们要去新疆拍戏,田西威不会去。 毕竟原型临安公主从来没有出过远门,估计是要去拍故事剧什么的。 毕竟现在云南的现代化水平相当高,新疆拍戏可能更方便。 总的来说,光是路透就让很多人对这部剧的期待值提升了。 而昨晚,她还播出了一部新剧《花叫喜事》,颜值也非常好看。 田西威真是出圈了,期待后续新路透造型。 这似乎是在形容一部叫《大风大耕人》的作品中王赫帝和田西威的吻戏,被网友认为有点美。 从这个标题中,我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影视作品、演员演技和观众反应的方面。 从《妆容很美》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,这段吻戏很可能是在影视作品中,因此可以推测这是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。 电影和电视节目经常使用精心的化妆和造型来塑造人物形象,以增强其真实感和情感表达。 而王赫帝、田西威、《大风大耕人》之吻路透部分则提到了主要演员的名字和作品的名称。 王赫帝和田西威可能是这部作品的主角,《大风大耕人》可能是他们合作的电影或电视剧的片名。 这部作品可能是一部浪漫而感性的作品,因为接吻场景通常是关于爱情和感情的。 最后一句网友,有点美体现了观众对这场吻戏的感受。 观众认为这段吻戏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感,这种美感可能是通过影片的拍摄、演员的表演以及场景的设置来营造的。 观众的评论或许表明,这段吻戏无论是情感表达还是画面呈现都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,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和欣赏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